大家好,我是皮特邦,好久不見了,各位 來,咱們今天,對,我們來探討一下最原始最原始的問題 因為我發現還是有新手會問一下這個問題 到底連擊呢,在PVE裡面要配召喚好還是成長好 對,我們大家應該都是如果連擊的話配召喚跟成長 算是一個,這兩個都很神,很神就對了 但是到底哪一個好,對,哪一個好 那我們這次剛好遇到的兩邊都帶一樣的叫做連擊轉移 對,我們都配了一個轉移,就是互相給對方閒的 然後一樣帶了適應跟小手,剛好對面帶的是生長 我帶的是召喚 好啦,我直接講結論好了,我個人如果是我今天自己玩的話呢 我會生長跟召喚都帶啦 對,我會生長跟召喚都帶 但是因為這個玩法畢竟要比出一個嘛,對不對 假設你今天如果是帶季品,然後像是在其他地方玩的話 對,到底是哪個好 我覺得,我覺得,直接講結果 初期呢,是召喚比較好 後期呢,會是成長比較好 對,那初期跟後期只能以PVE而定啦 那在PVP的話就不太清楚 那PVE的話還蠻明顯的啦 好,我們還是給他打上去嘛 那這邊我的連擊是9等,對面等級是20等 好,那應該也不低啦 對,應該也不低啦 好,應該不會低到那裡去 然後他的爆傷好像跟我差不多都是10倍多 欸,10倍,我11倍多一點點這樣子 好,那就給他上去吧 我們現在的倍數 他COMBO已經到8COMBO了 然後我的COMBO是在3而已 可是我白面上我的低心的連擊很多 對,只是我還沒有先上去這樣 我還在看我的狀況 好,來 對,這邊這個時候一開始前幾局的位置沒有很好 對,因為我在直播結局下來的 可能那陣子不知道剛好在幹嘛 然後我位置有點錯誤 然後我後面 我到後面一點關卡才把它拉回來這樣子 好,大家就先別介意了 來吧 我們就直接跳到後面去看一下吧 因為畢竟兩邊都是組合 而且都算是有9等以後的組合 算是比較不會崩啦 對,比較不會崩 OK,走唄 好,來,我們就來給他加速一下 有了,我這邊的位置已經調整回來了 對,因為剛剛是整個畫面被切掉 所以我也沒辦法做調整 那咱們的連擊骰真的是自從他出道以來 就算中間被砍過一次 還是維持在一線 連擊骰真的算是這個遊戲最... 傷害開始要爆表的一個第一步 對,然後後來是月亮嘛對不對 結果月亮砍掉了 所以就還是連擊骰在 不然的話以前的日月跟... 日月跟連月都是很過分的玩法 好,我們來到了第三次會 這邊我就先給他停下來 因為我這邊的combo數要給他超過 現在剛剛是38比37 然後在接下來的一波操作 剛來運氣也是有關係啦 但是因為又有多了... 召喚骰的關係 所以我的combo數在這裡 有了一個值的飛越 對啊,這樣講起來怎麼有點... 這個用語有點... 呵呵 好,不管了,不管 但是雖然說我的combo數也比較高 但是對方的數量 對,對方骰子數量一定會比我來得多 我點數加起來累積加起來的數量 因為不一定都會是... 組合骰 對,連擊骰 連擊骰 不一定都會是連擊骰 但是他的星數一定會比我多 因為我畢竟只是召喚對方可是生長 對,生長跟召喚都很OP 但是生長還是強了一個階級就對了 好,現在到了第三十八回 我已經到了第四十五combo 對面還是在... 三十九combo 不過對面也有一些骰子 還沒有去合成就對了 他也還在等那個生長 因為畢竟只要一邊撐住了另外一邊 就可以不用那麼急著去動就對了啦 好,現在到第三十九 我現在弄出了一個轉移跟召喚 然後弄出了一個一星的 可是我現在應該是在聊天的關係 所以沒有在... 沒有認真的去合他就對了 因為我開... 這個影片也是直接從直播上面擷取過來 如果想要看全程的話可以點一下 右上角可以去看一下這樣子 好,現在到四十回合的combo 已經累積到五十 對面是五四十一 對,因為我們兩邊的資源都是一樣的情況下 要嘛就是因為卡甩的關係啦 對,因為我的這邊比較不會卡甩 相對而言 因為畢竟星數沒有跌得這麼快 而且我運氣還不錯的 弄出一個七星的組合在左上角 所以那個傷害基本上 應該會比對面還要過分一點 因為對面還沒有弄出一個七星來就對了 如果對面有的話就難過了 哈哈 好,來四十二回合 好,現在combo數大致上呢 是已經超越過對方了 我現在攻擊力是兩萬零四百 四十八滴 對面是一萬四千五百一十八 多了六千多滴 開始combo 我覺得對面的組合很像比我高 對面的連擊殺也比我高 哈哈哈哈 好,來,我們再往後看一下唄 好,來,我們就給他加速一下唄 現在到四十九比五十五 對,他的combo數剛剛有一波操作 給他追了上來 結果這還滿好比賽的 對,如果兩邊都帶一樣 而且都帶轉移的話 很像可以比一下誰的combo數比較穩 哈哈哈哈 好,現在來到第六十回合了 然後我這邊輕怪的速度會比較快一點 因為畢竟我的combo比他多了十二 對,但是他已經有四顆七星的骰子在上面 如果等一下還是來獅王的話 阿對,因為現在是隨機boss的關係 所以可能會比較那麼不準一點 如果今天一直沒有來獅王 沒有來轉王 轉王這樣還好 沒有來獅王 沒有來魔術師的話 可能會是我一直都有優勢 可是如果有一直來的話 我的優勢就會完全被打掉了 好,現在來了一個魔術是我的速度不... 欸?欸?其實是夠的欸 然後我還是合成的 這時候我覺得還是不要合成好 如果你的傷害夠的話 那對面雖然不夠沒關係 但是對面有生長阿 對,對面有生長阿 其實還好沒有那麼怕 相對而言阿 當然還是怕還是煩 因為少掉一顆傷害還是有一顆傷害 可是對向生長而言的話 其實算是一件好事阿 說不定因為如果把七星炸掉的話 說不定還可以讓combo數再往上增加 對面的combo數已經開始追上來了 現在71比78 對,71比48 所以說 召喚在初期雖然會贏 但是他贏的幅度沒有生長那麼的過分 對,這邊可以把轉移換成暴擊阿 或換成月亮 然後來自己想像一下 對,如果對面是用轉移輔助 然後自己是用連月或是連祖的話 連...連...連成長...欸...連成... 連成對不對 連成的話呢 到底是哪個好 所以這樣比起來的話 我覺得長期而言呢還是生長好 除非你這樣要速刷的話 可是這裡沒有掛機阿 對啊,那其實怎麼比的話還是生長好阿 我覺得還是生長好 對,看到這個狀況我覺得還是生長好 因為就算有combo數再高 我後期也沒有辦法撐住 對,只要轉王獅王魔術師來得多一點的話 現在魔術師再炸一波 啊這波就給它炸下來了 啊剛剛那波是可以擋下來 已經擋不住了 因為畢竟我們兩邊都沒有帶暴擊 也沒有帶月亮 而且現在怪我血量增加了這麼噁心 嘖... 應該是不帶這些輔助骰 是不行的 對,光單純靠連擊 靠連擊的話應該是打不上去了 好,現在到第六個機會了 接下來是封印王 算是一個很溫馴的王就對了 欸不對,對對面而已 可能沒有很溫馴 對我這邊還行 因為我的攻擊骰還算多 對面的攻擊骰只有四顆 如果今天運氣不好被弄到兩顆 哇那個傷害瞬間掉一半以上 你知道嗎 好,現在來到第六十八回合 封印王的血量總共有一千四百萬 我暴擊一下有到五十八萬啦 那對面還好被封了一顆最低薪的 一薪的 還行還行 沒有問題 那我這邊也處理掉 那對面呢也就不是問題啦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原本七十王會是屍王嗎 對不對 到第七十回合了 果然還是屍王 哎呀,哎呀 還是在他的老位置出現 這時候呢我就會非常非常的害怕屍王了 非常非常 極度的害怕 極度的害怕 我真心覺得轉移啊 這些骰子啊 在五十關的那個buff 應該也要慢慢的經營 也要慢慢的升上去才對啦 不然的話 哎呀,這樣不準啊 現在王都到六十關了 那轉移是不是也要小buff一下呢 好來了,咱們的屍王 吼了一波啊 還好 我的那兩顆六星沒有被吼到 然後我還是以combo 以召喚為主 其實這時候就已經有點衰了 對,如果今天沒有弄好召喚的話 我兩顆召喚 就會召喚出一顆一星的而已 可是那一星在這裡 基本上沒有什麼戰力 而且還會讓你的版面小掉很多 你看如果今天是五加五變六 剛剛那邊對不對 五加五變六召喚出一顆一星的 等於是我加了變七 可是五加五是十星 我整整合成之後 還附了三星耶 我越合成我的星數會越低 對,越低 所以 所以到後期反而不太行 對,你看又一次屍王 在全版面一半以上口掉一星 哇靠,這個對我來說真的很傷 真的很傷真的很傷 我已經快要沒有星 如果再來個轉王 這幾顆沒有轉好的話 基本上就已經瘋掉了啦 不對,我們這一關有沒有辦法過呢 有沒有辦法過 雖然我的combo出來比對方高 但是對面的 對面只是今天運氣不好 如果對面那七星都是組合的話 都是連結的話 基本上很誇張 對啦,成長應該就是靠運氣啦 那組召喚的話運氣就沒那麼多 也是靠啦 但是多少可以撐一下 對,也是靠多少可以撐一下 但是呢,他比較穩一點點 然後成長的會比較不穩 但是如果他穩 那他傷害起來的話 會非常的變態 非常的過分 好,然後74回合了 轉王真的出來了 血量已經有到2500萬了 幹,這個是什麼爛畫面啊 這畫面爛炸 不過對面還行 對面有兩顆七星 然後對面的combo數已經正式的超越 我才在74關而已耶 天啊完了 我這個傷害真是沒有辦法 我這邊很快的去複製了一下 白癡 不行啊 這傷害量有沒有辦法 撐住,對面還行 對面的傷害很高 對面的還行 過了 過了 對面的普攻有到59000D 看一下我的普攻有多少 因為我們combo數 它高我一點點 5萬5千 5萬6萬多 所以對面的組合應該是10等吧 對應該是10等 我猜啦 我猜啦 好,現在到75回合了 下一關是咱們的I王 我的狀況雖然說沒有多糟 但是 但是真的沒有好到哪去 真的沒有好到哪去 好,這個傷害也快到極限了 因為畢竟兩邊都沒有 輔助骰 對,都沒有輔助骰 完全就是靠組合一個人 在那邊組合的基本傷害在撐著 然後現在來了一個I王 我看他血量有到3000萬耶 他I了一下我的一星組合 還行啊 打一下這50滴 沒有,50滴是上面的赤印打出來的 對,那還好還好還好 還行,這個I王不是個問題 感覺我們還可以給他加速一下 對不對 看一下狀況 還可以再給他看一下 來,我們就給他看到底好了 因為畢竟這畫面很像也換沒了嘛 對不對 好,就給他看到底吧 現在有到92combo比87combo 唉唷啦,這個差距已經慢慢的拉出來了 對,明明經過這麼多王的洗禮 對面還是滿版 而我正點,其實我已經有點過度合成了 我看到召喚就會給他合成上去 有些基本上到4星以上就不要去合成了 跟在戰隊的模式有點像 因為畢竟像 就像戰隊啦 戰隊的話王一直來嘛 對不對,通常讓版面維持在4星 那有轉王的話就會有生長 有生長的話就可能又會擋上去 所以失王的話就比較不會怕 可是呢,我在這裡他的召喚就會比較有一點 會過度合成 對,過度合成的話讓版面就什麼都沒有了 對,什麼都沒有了 好,現在來吃白回合的失王 已經靠對面了 我現在已經沒有用處了 我現在是89combo 好啦,還是有一點點 就一點點 就那麼一點點用處在 好,對面的血量 他已經消掉快打 消掉剩下不到1000萬 我這裡還有2000多萬的血量 哇,這傷害真的差太多了 對,我現在已經差了4combo 我這邊攻擊,這邊看不出來攻擊 全部混在一起了 還行還行 這個夠,這個夠還行 來,又來一個哀王啊 現在哀王如果中了那兩顆六星 我就有點尷尬了 我們來給他看一下好了 中啦,果然是中啦 對,如果小看拳的話 可以去看一下我那時候多麼的崩潰你知道嗎 好啦,還是咱們哀王中了 那我現在就開始瘋狂的補血 我還沒有去把他喝掉的意思 這個時候應該第一瞬間就給他喝掉 不然我兩個六星 這個補血補的也是蠻噁心的 應該補了幾千萬有 好,我這邊已經正式了 完全沒有任何傷害了 剩下七星 加起來累積七星的組合 才而已,92康 還行啊,可是跟對面比起來 我這裡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可憐啊 真的是可憐到一個極限 我現在打一下是有到六萬多啦 對面打一下是七萬啦 好,很像這一關有沒有辦法過 這一關有沒有辦法過 很像不行欸 很像不行欸 不行啊 81,81關 極限,極限 下一關還是獅王 還行還行 但是大家應該都知道 我覺得啦 如果真的要玩的話還是配生長齁 對,生長還是主要 可是生長會比較那麼 有風險一點點 對,可是我覺得真的要走到後面 還是生長,還是生長 OK,好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裡 我是PFY 我們下次再見 3 2 Yeah,掰掰 如果有什麼組合想跟我分享 或跟我一起演示的話 就在Discord裡面私下留言給我吧 好,那今天影片就到這裡 另外Discord全已經開放了 如果想跟我聊天 或跟我一起玩的話 歡迎進來吧 雖然我不常出現就是了